词曲 李宗盛 妈妈说别人都靠不得 闺蜜说我想太多 有时有点胆怯 有时少点坚决 幸福要怎样才能把握 错越多 错越多 那是指口应该懦弱和懒惰 我不怕 谁没摔过尴尬过 小心翼翼怕脱 不如大方洒脱 我不吝啬给自己承诺 做越多 越收获 哪怕一天一个小小的糖果 舍不得 心里也是甜甜的 点滴滴的快乐 是透露的蜜蜗 给自己留一点颜色 画个美的生活 你们两个都先别着急 我刚才给达文打过电话问过了 我现在只是停职 还没到开除 废话 谁敢开除试试 谁下的命令你告诉我 我住他们家不走了 我们收钱是不对 可已经退了呀 况且拿钱的是别人 凭什么开除啊 不过换我再说回来 你们医院不是有 家属优先的内部规定吗 这不是我说你 庄重 你就是太老实了 你退什么退呀 你过去就是黄澹 就是你亲表姐 谁能查出来呀 能查出来吗 你不是医院的 你没干过这事 你不懂 别跟着瞎起哄 庄重就是老天里的 才变得那么被动 明白吗 妈 那不行 那咱这不是接着撒谎吗 撒谎怎么了 撒谎要能把事圆过去 那也行啊 咱们还是想想怎么办吧 别老出色主意 这就是解决办法 好难给的 你们看拿着去找找哪个领导 送点礼一看呢 妈妈把这事糊弄过去 该出多少钱她都出 妈 你别指望她去啊 她有事 忙 你这都什么朋友啊 你别跟我拉着个脸哪 这事早听我的早 没这事呢 庄庄你听妈说啊 不关你的事 你今天晚上呢 该吃吃该睡睡 明天照样上班去 甭管主任好的院长 见了面把钱一塞 我跟你讲这事早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咱们已经做得不对了 你再到时候行贿受惠的 最佳一等 我们不敢 不敢拉倒 我为了谁啊我 就你这好心当成驴肝肥的态度 我还不管了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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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请问一下 那七号楼在哪儿啊 七号楼 这个就是 好 谢谢啊 我的妈呀 终于找到了什么地方 我就是那么难找 快点啊 等一下 马上就好了 好了没啊 等我会儿 累死我了 推什么推呀 别出事啊 别出事啊 有人吗 对 对 红包是她自己承认的 我就想问一下 如果开除的话 法律上该怎么说 麻烦你尽快帮我查一下 好吧 谢谢许姐啊 好好好 我等你信 别急啊 表小姐 好说啊 全所全力帮你打官司 实在要是到了那一步 咱还可以 好 谢谢 在本台曝光这件事情之后 竟然有人跟踪记者 叫嚣甚至威胁 请看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不爱拍是不是 来 就是我脸拍 我叫庄严 庄重的哥哥 以下我说的话 完全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我就跟你们 你们干吗 我就跟你们记车 说两句话 你就没有耐心了吗 这是公共虚欲 我就不能说话了 把我拍 照照我脸拍 我跟你说 我到你家谈去 干什么啊你们 这不是人在家吗 没自杀啊 自杀 谁告诉你们 我自杀啊 敲半天门都不开 不这么低 怎么能早得到你呢 你到底谁啊 你这是擅闯名宅 不认识了 说 庄重认识吧 我是她丈母娘 阿姨呀 我说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呢 你随便走 我先给你倒水去啊 你装什么莫名其妙啊 我女婿替你点的黑锅 你倒在家里享清福 她都快被医院开除了 你得自首去 看什么看 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你不走我也不走 阿姨 我说了这件事情呢 您跟我说不着啊 您看您这样一直坐在我家 也不像那么回事啊 再说了 这件事情呢 是我们庄重之间的事情 到底是谁的错呢 也不是您能够评判的 对不对 要不这样吧 您回家问问她 好不好 走 别动手啊 你千万别动手 我出门之前 刚量了血压 低压一百 刚压两百 你也是护士 你知道这有多危险 你要不想下半辈子伺候我 你就别这么拉拉扯扯的 但这是我家呀 我知道是你家呀 不是你家我还不来呢 别想着把我忽悠走 扭头你一锁门 我再也进不来 我告诉你 庄重面子伯她不肯来 那是她那个老师哥 她自己的事 可我得来 我得替我闺女那个家做主 她要不是我女婿 要不是替我闺女挣钱 养半个家 我还真懒得管她呢 反正今天你说什么 我都不听 我就一句话 跟我去自首 行行行 我去 我肯定去 一定去好不好 那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去 那 阿姨 您先请 真以为我好偏哪 你穿成这样 你怎么跟我走啊 就算真下了楼 你扭头就跑 我这么大岁数 穿个高跟鞋 我到哪补充体力追你家 拿鼻子出来写 把这事说清楚 当个证据 我说你写 拿呀 保证书 不 不 不 说明 自证明 本人因为一时贪念 在庄重不知情的情况下 私吞了红包一支 内有人民币一万元整 谁啊 我男朋友 我这怎么那么着急往外哄我呢 打扰了啊 着急就快点写 写完了我就走 你们该干吗干吗 写好了 手印啊 按手印 找逸妮去 逸妮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姨 实在对不起 我家真的没有印尼 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个是我亲笔写的 我一定不会来着 我呢 一会儿还有事情 要不你拿这个先回家 人心隔肚皮 凡事还是有个凭证好 实在不行的话 酱油也凑合 这么远的阿姨来一趟不容易 你多理解一下啊 行 阿姨 妈妈 我想咨询一下 关于财产分割方面的事情 谢你试试吧 您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怀疑我老公出轨 我抢了你个小头带子 阿姨 我抢了你个王方带你 妈 你 不是 你个小头带子 你抢了你个非法化女儿 不是 妈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我抢死你 你站在哪里后 出轨 出轨 你怀疑你老公出轨 对 但是我没有证据 不过我敢肯定 他肯定做了那种不要脸的事 没有证据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 你怎么断定这个事情呢 离婚是你提出来的 如果将来涉及到财产分割的话 还是必须要证据的 我就是证人 他不敢不承认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跟你说吧 我老公他是个老好人 平时什么事都爱管 热心肠 别人要是有什么困难 他就想去帮忙 而且是不图回报 专图自己乐呵那种 我前几天上班 忘记带手机了 结果中途就回家去取 一回家一进门 你猜怎么着 他竟然跟一个女的在一起 还在家里 在床上 那倒没有 可是你想呀 他们要是没干什么 干吗在我家卧室里 而且还反锁着门 你觉得这正常吗 而且那个女的 长得那个样子 根本就不像个好人 你老公是怎么给你解释的 他跟我说是给人宽心 有这么宽心的吗 都宽心到家里卧室了 我没听他那些废话 直接就回我娘家了 宽心都宽心到家里面去了 有什么事情不能光明称大地说 非要关在卧室里面说呢 你说得没错姚律师 我也是这样想的 连这么不要脸的谎话 他都能说得漱口 谁会信呀 你会信吗 我不信 我不信 是啊 这种事谁也不会信 没事 你继续 就这样 我能不跟他离婚吗 什么事啊 忙着呢 那行 你先忙吧 我没什么事啊 我问你什么事 我就是想跟你解释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都知道了 不 不好意思啊 不是 瑶瑶 你听我解释这个事 我现在在工作呢 时间很忙 你先出去 瑶瑶 好好好 我叫你出去 好 我先出去 您 您继续 亲家 你先坐下 有事咱慢慢说好吗 做什么做啊 你去生活关于你 让你的女士什么都不穿 躺在别的女人床上 再让你亲眼看见以后 你再过来跟我慢慢坐下 慢慢说试试 你慢得了吗你 这事啊 那 还是这样吧 等庄仲回来以后 咱们问问他 说不定啊 这里有误会 对对对 等庄仲回来 先问问清楚 误会 我这双还没有老花的眼睛啊 面对面不到一米 亲眼所见 你儿子什么都没穿 就围了一个浴巾 躺在那个女人的床上 连着自己都没脸不认 这还叫误会 你先别着急啊 凭我对庄仲的了解 她太不可能做这种事了 要不然还是等她回来呀 咱们当面对峙 要真有这件事 随你惩罚 行不行 我想问一下二位 你们是耳朵有问题 还是脑子有问题啊 你们是听不见 还是听见了 理解不了啊 还需要对峙吗 我 成蝉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捉奸在床了 把你的宝贝儿子 人赃俱货现场拿贼 听懂了吗 还要对个什么治安 莫名其妙的 我看你们这家人 真是够了 阿姨 阿姨 您小点声啊 我呀和我爸我妈呀 这耳朵都灵着呢 好使着呢 听得见 我能聊两句吗 说 听你这么讲啊 庄仲啊 出现在她女同事的宿舍 这事已经发生了 没跑了 对不对 那事情发生了呢 那就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 干了坏事 对吧 那第二种呢 就是没干 对吧 那也要等庄仲回来 我让她跪在你面前 跟你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说开了不就完了吗 她和瑶瑶 以后该怎么过 还是怎么过 那如果真出事了的话 那该离婚离婚 该上法院上法院 是不是 那你也要等庄仲回来 在你面前 那把事情说清楚才行啊 是不是 是什么事啊 找你们这个意思是 我先回家抱着我闺女哭气 让你们在这儿想清静啊 陪什么我回去啊 回去啊 我那家都我藏哪儿杀见我 想得美着呢你 阿姨啊 您想藏哪儿杀 您想藏哪儿杀 对不对 那我 我爸我妈 我们三个人 我们又没让庄仲 干那种事 您犯得着 藏我们撒伙吗 伤什么气啊 你说半天了 可不可啊 坐下喝点水啊 嗯 我知道 我知道这时候 大家都需要冷静 但是 但是 但是我着急 我得跟你解释清楚 你不能不让我说话 我知道 这事其实挺复杂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跟你解释清楚 解释不清楚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 但凡有一个独立判断能力 智商超过及格线的人 都会明白 你要是把我当成一个 什么都相信的笨蛋 那这说法是成立的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 在咱们家 天塌下来都是我的错 但是你能不能先 心平气和地 听我把话说完 你再发火好不好 我要是心不平 我就会像王慧琴 对吕家富那样了 我要是气不合 我能让你进这屋 我跟你面对面地 去说话吗 庄庄我什么事 都可以容忍你 但是我没办法做到 说你背叛我以后 我还要跟你谈笑风生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你以为你在外面 玩一圈回来以后 就能像孩子一样 我在给你喂吃的 喂喝的 给你换尿片 我不是你妈 我是你老婆 你是我丈夫 你是咱家的顶梁柱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我心都快碎成渣子了 你要是知道的话 你不可能这么做 庄庄 我跟你结婚的前一天 我就跟自己说了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不可能说 如果我不嫁给你的话 我会嫁给什么样 什么样的人 因为你是我挑的 我选的人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你还会做出年你自己 都觉得对不起我的事 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呀 我不听 我听什么呀 你还想要我有什么样的态度 你才满意 你笑我陪着你笑 还是说让我垮着你胳膊跟你说 没事你出去吧 我不管你跟谁上船 我瑶瑶家的大门 永远跟你开着 我不是王宝钗 我知道 我知道你着急 我也着急 那你就不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吗 非要 非要什么话都没听完 就开始发飙吗 我发飙 我不发飙还怎么着 我 我难道还回家 给你熬绿豆汤 让你拜拜火 还是说我可以眼睁睁看着你去 跟那个什么潘燕燕上床 还是说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不接我就闭嘴 就像你现在要求我这样 瑶瑶你这抬杠啊 对 我抬杠 我抬杠我抬杠我心里舒服 不是你们女人怎么都这样 就不能好好说话好好讲道理吗 非得闹个闹个没完 对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就跟你闹了 什么叫我们女人 我跟谁呀 你说谁呢 你 你看你 你现在说话这个样子 跟你妈不是一模一样吗 我就说我跟我妈没关系 是 我妈是不好 我妈要是好的话 就不可能登门拜访 我妈要好的话 就不可能抓个现行 庄庄我现在我告诉你我不 不什么 喂 爸 妈 我真的没做对不起姚欧的事 你没做什么呀 那更得说清楚了 你把那姑娘叫过来 当面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 问题是这事她现在解释不清楚 那你怎么证明你的清白 反正我没出轨 你们俩看见了吧 这么拙劣的谎话 这么心虚的表演 我要是你媳妇啊 我也想剁了你 我跟你说 谁表演了 谁心虚了 你不心虚 你让人家俊得跟孙子一样 你不心虚 你当时应该蹦起来呀 对吧 证明你是清白的 你要不心虚 你丈母娘能到咱家来 大闹天空吗 你现在是郭挫芳 你懂不懂 你跟我来劲了你 行了 你少说两句吧 小仲啊 你要是真没做 对不起姚欧的事情 你们两个人 就应该当面 把话说清楚了 妈 我真没做出格的事 都去跟人家开房了 还不出格啊 不是 你还是不是我清哥啊 我这都这样 你还在那儿说风电话 我又不是你清哥 我都懒得管你 行了 小仲 你这这瑶瑶 她会不会跟你离婚呢 妈 夫妻吵个架 真离婚哪那么容易 话是这么说 但现在这情况 我也不太确定 陈珠啊 陈珠 我问你啊 你有没有让她捉奸在床 没有是不是 没有就好办 咬咬牙千万不能承认 你知道吗 你要想这也行 哥给你找个托儿 咱把这局部 到时候一护都追过去了 胡扯 出了这么丑的事情 不是赶紧想办法 赔礼道歉 把姚友接回来 整天想什么 胡说八道 怎么骗人 再编这种不着调的东西 你们俩一块儿跟我出去 老庄姐没这样 来 律师的行业就是这样 烦心 你这事啊 干得太不地道了 你准备怎么办吧 我能怎么办啊 打电话也不接 我这 我这想磕头都找不着妙闻去 你说我这眼看就要结婚了 你这要离 看来我们家啊 是要保持一个光棍的基本配置啊 我都这样你就别开玩笑了 什么人呢你是 我什么人 我是你哥呀 那我能怎么着 我陪你一起哭去 你瞧瞧你这事做的 你犯的是死罪啊 我要是瑶瑶 我也放不过你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你跟你同事上床 庄庄你不是这样的人啊 我了解你啊 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不会得什么绝症了吧 觉得这辈子不刺激一回白活了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啊 我解释过很多次了 我没出轨啊 你干吗 庄重 我最瞧不上的就是你这种人 你装什么装啊 跟他爸妈在哪儿为人 你好久了 现在没人 就你和我对不对 你还在这儿会给我装 你小点事 小点事 没事没事啊 没事没事没事 行行行 都吃吃吃 我们这是排练的啊 和庄重吵到脑子发烫的 那一瞬间 不过了 这句话几乎要脱口而出 这三个字对一桩婚姻的破坏程度 是致命的 它是一把铁锹 会铲伤我和庄重的家庭 也会把婚姻的血脉连根铲断 可如果不是极度失望 我也不会这么去想 不会这么去发泄去说 有那么一刻 这句话对我来说甚至是种解脱 之所以没有说出口 之所以没有说出口 是因为庄重曾经告诉我 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我们保证不了幸福 但要保证两点 第一 永远不要说出离婚两个字 第二 如果实在忍不下去 到了必须要说的地步 就去看看那个盒子 不是 你 你干吗 你不会又来投书吧 我跟你说 现在可不是学生那会儿了 要抓着会被坐牢的 浪漫也不是这么个浪漫法 你到底还干吗呀 要什么 记住了啊 如果找不到 就用图书馆藏书检索系统 再找不着呢 就按国际疾病分类法 就在心脏病的上面 这个饱盒 等我们有一天吵架 吵到不可开交 你想要跟我离婚的时候 这里面藏着几根金条 你就看在钱的份上 再忍忍 那里面到底放什么呀 都跟你说呢 几根金条 在跟直播 这儿还是可以接住 那本天才是 Sky 好 所以我可能回来 两个油类 比较好 就趁心脏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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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半 他 Corporation 我非常好 请他 你看我 一半 未婚妻了 明天我就要娶你了 今天晚上 大概和所有的心肝一样 激动 睡不着 喝牛奶 鼠羊都没用 索性 我其他写的这封筋 以前叫你瑶瑶 明天就该叫你老婆了 希望等老了以后 能叫你一身老伴 你是个冷静的人 总是对幸福抱有疑虑 但是我能保证除了我妈 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女人 我保证不了我有多有钱 但我能保证 如果我只有一个馒头 我和你一人一半 假如只有半个 你吃 我饿着 我保证不了给你荣华富贵 但我要在这里白纸黑字的血下 我保证 我永远都不会骗你 我保证不了 快来 快来 收花了 快点 谁嫁的伞送 老婆 送给你 好漂亮 喜欢吗 谢谢老公 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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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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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你今天嫁给我 我是为了将来的某一天 要和我说离婚的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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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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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看镜头 我不知道你许了什么愿 我觉得是爱我一百年 一万年太久了 我就要一百年 过去 不管在哪里 放心大胆地睡觉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你 你拍眼睛 装着像点儿是吗 擅擅 擅一点儿 一 二 三 如果有一天我老年痴呆了 你别抛弃我 如果那天我真骗了你 你一定要相信我 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爱你的庄重 括号 明天请叫我丈夫 再括号 我很讨厌老公这个说法 听上去很像太监 晚安 爱你的丈夫 庄重 老公 老婆回来了 干什么去了 怎么没做饭啊 真离婚了 别乐心了 我妈亲自去炫都炫不回来 那也太可惜了 庄严 你别光凑热闹引以为戒 我引以为什么戒呀 我堂堂正正的一身正气 话是这么说 谁知道你以后会不会变心呢 而且那庄严平时看上去 恨不得差点评选十佳青年了 谁知道会出这样的事 庄严啊表面看起来正经 骨子里闷骚着呢 哪像我呀 你看着我不太靠谱 其实我的人品都可以当模范了 你以为你不想骚啊 但是没有人要你 这不是你要我吗 你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如果我再不珍惜的话 那我这是个人吗 不是人 我要吃那个那个那个 哪个那个是吧 走走走 给 这两个都给你吃 那不来不来 这个事呢 有 我确实脱了衣服 但是没有一丝不管 不是你们想的呀 我跟她根本就没发生什么 是有意思的 瑶瑶 咱俩不是相亲认识的啊 我们处了这么多年的对象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我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说点现实了 你呢 是林律师 心思要这么缜密 对吧 任何蛛丝马迹你都不会放过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这么做不是找死吗 当然了 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相信 一般人都不会相信 我也不信 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人是我选的 丈夫是我挑的 我就在想 是不是你们有什么误会 或者你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也努力地告诉自己 去忘掉这一切 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 不去想这些 老婆 你有你的妻子 潘晏也有他外界的男朋友 是什么原因你们会在一起 我唯一能猜测的 你们是同事时间久了 日久生情 我努力地在幻想 你们是清白的 可是现在没有任何依据 去支撑这个幻想 根本就没什么日久生情 你 别说了 庄周 这件事情我越分析就越难过 我真的想不出除了出轨 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理由 洋洋 你 还有 还有你为了安抚他 封他的口 或者是讨他的欢心 你是不是问你同学 借了五万块钱 是不是 不不不 这个事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五万块钱跟这个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那是什么呀 那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给他租房子吗 还是要送他什么名贵的包包 就算你要送他什么礼物 那黄单的一万块钱红包不够吗 你还想要怎么对他表示你的感情 不是 我 其实你当初替他顶雷 为他扛红包那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应该联想到 我真的是太单纯了 你们怎么都不相信我 我跟你说 红包顶雷是一码事 所谓的桌奸的又是另外一码事 这两者根本就不发生关系 没关系 顶雷是出于同事之间帮忙 上床是体谅朋友 帮他解决两地分居相思苦的热心肠 你把这两件事情分得那么清楚 你自己信吗 你们怎么就 每个人都不相信我 我怎么 这么说吧 那天 不是我要托 是我不得不托 大学四年 我除了给你拜了个靶子 当了哥们儿 我真的是一点成就都没有 向哪儿找像你这么好的朋友啊 你这胃骨上面啊 可是为我插满了刀 这刀尖上面都还带着血呢 这大霞天的 一个电话你就又被我叫过来了 你呀 少拍马屁啊 来点实在的 回头请我吃顿好的 没问题 就这一根是吧 对 确定吗 开玩笑 我是谁啊 我可是护士 血管都不会认错 何况这么一根小水管子呀 行了 搞定 我来时候给你带俩灯泡 你这都已经不亮了 我给你换上 当你媳妇可是真幸福呀 不知道这口啊 能不能对着 你慢点啊 好嘞 什么情况你不拧好 我刚才拧上了 你 赶紧把它堵住呀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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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还夸你呢 好 快点啊 等一下 马上就好了 都十五分钟了 你快点行不行 等会儿 什么麻烦 你快点给我找套衣服 干净的啊 确认蠢呀 真是 我帮你把衣服拿去洗了 好 谁啊 我去看你 你妈 我妈 怎么来干嘛 你照顾你啊 这 这衣服拿去洗了 这 这 你躲下 别说声啊 谁啊 敲门的就是咱妈 敲门的就是咱妈 这事就是这样的 不是我不解释 是你们根本不给我机会解释 那钱呢 那五万块钱是怎么回事 老婆 我还纳闷呢 这事你怎么知道呢 写天天你老暗地里接电话 背着我又是接又是打的 那我肯定得查一下呀 我不是因为别的 我是怕你这个老师哥的 被人骗了 坤坤 那身份证给我一下 我要换个宽带 以前那个又旧又贵 你带我前班你自己拿去吧 好 进路打老婆上班那么辛苦 还要跑一下 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你好 你帮我那个打印一下 这个电话的通话记录 好 请稍等 你好 请问这是谁的电话呀 我是庄重的爱人 老赵啊 好久没见呀 是啊 什么 庄重给你借五万块钱 钱是我借的 红包这事也确实是我替他顶的 我之所以替他顶这个事 一是因为我没想到这个事 会闹成这么大 以至于要到开除的地方 二呢 我知道派颜艾斯顿这红包 其实 其实是因为他妈妈 他妈妈 我都让你 laugh 我歌唱了 我每天都听歌唱了 好歌唱了 我歌唱了 你歌唱了 彻彻的幸福 不知不觉 面目模糊 看不清楚 我们怎么 手牵手 走进了迷雾 我问你有多在乎 你说你用心两空 不是不爱了 却感受不到那温度 那份幸福 越想保护 越抓不住 原来只有读懂你的心 才能读懂幸福 原来我以为最平凡的消除 却更要呵护 爱不靠天赋 只靠付出 都真实才能礼物 不怕痛才会有 爱不靠天赋 只靠付出 像一本无字的书 用心去读懂幸福 读懂了你就懂了 幸福 我以为最平凡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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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最平凡的消除